周末茶馆随便聊聊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美国自由亚洲电台的专题节目 周末茶馆 我是主持人小安 我们是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问好 听众朋友 茶馆在中国就是吃饭聊天的地方 我们的周末茶馆节目是每周一次 每次是半个小时 每次我们选择和中国的新闻时事有关的一个话题 邀请两岸三地的两三位嘉宾进行访谈讨论 深入分析 我们的周末茶馆节目为您播出这些访谈讨论的录音片段 今天我们关注了什么话题 邀请了哪些嘉宾和大家分享他们的观点 我们一起来听听 这次周末茶馆节目的话题呢是跟美国总统访华的历史有关 大家知道美国现任总统特朗普是星期三至星期五访问中国 这是特朗普任总统以来呢第一次访问中国 那有关他访华的新闻呢 自由亚洲电台在新闻节目中已经有很多的报道 他是历史上第八位访华的美国总统 在过去四五十年里访问过中国的美国总统都是谁 他们在访华期间发生了哪些新鲜事 不同时期的美国总统访华期间 中国的政治经济人权状况又如何 他们对中国的访问对中美关系又有何影响 今天我们的周末茶馆节目就对这些问题进行回顾 我们请原上海世界经济导报北京办事处主任 后来香港动向杂志的主编张伟国先生 和大家一起回顾美国总统访华的点点滴滴 张伟国先生您好 你好 那我们说从今访问中国的美国总统 首先就要从尼克松总统开始了是吧 是啊 尼克松这个访华是中美关系的一个破冰 因为这个是一道分水岭 中国在1949年共产党夺取政权以后 一面倒投入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 而且也不顾美国在二战的时候 给中国做出的这个巨大援助和牺牲 也不顾就是共产党在所谓的解放战争 也就是国共内战当中 美国保持一种客观中立 甚至于在最后 就是美国那个大使 几乎都是等到 就是给共产党一个最后的机会吧 那但是他们都被拒绝了 他们一面倒的到了那个苏联阵营 尤其是在金日成发动韩战以后 两方面就是东西方的社会主义阵营和西方的民主国家阵营 就展开了一种冷战 是的 第一位访华的美国总统尼克松 他访华的时间就是1972年2月21号至28号 那当时呢 就像您说的 正是东西方处于冷战时期 当时呢 从世界格局来看是 越战正在进行之中 在中国国内呢 当时的情况 1972年的中国还是文革时期 中国当时的中小学生 我记得照相都是 一人拿一本红宝书照相的时代 对不对 对 世界格局呢 就刚才讲的是一个冷战的格局 而且是美国越战 通过在越南的战场上面 苏联跟中共联合 与美国与西方国家对抗 打了好多年的这个战争 那么在中国呢 文化大革命啊 也到了一个非常微妙的时刻 因为在这个前一年呢 发生了林彪事件 毛泽东陷于一种严重的 这个政治危机之中 需要呢 就是通过一些大的事件 来改变他自己的一种政治处境 在当时美国采用了这个 基辛格博士的这个策略吧 希望能够通过中国 分化中国和苏联之间的这个关系呢 来这个抗衡苏联的霸权主义 从而呢 也帮助结束这个越南战争 所以这个当时 双方都有自己的这个算盘 那么尼克松他是在1972年2月21号 到达北京的首都机场 那他和当时前来迎接的是 中国的董事周恩来呢 他们进行了历史性的握手 尼克松他讲的话是说 一个时代结束了 另一个时代开始了 他当天呢 也跟当时的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会面 是在中南海会面 尼克松这次访华是从北京 到了杭州和上海 在上海呢 中美双方发表了中美联合公报 也称为上海公报 这是一份非常重要的中美之间 中美关系的一个文件是吧 对 因为当时没有正式外交关系了 那通过这样的一个公报的形式呢 确立了双方的交流管道 同时呢 也改变了过去基本上 这个阵风相对的那种敌对状况吧 属于一种不敌不友吧 至少是有这样一种这个情况在 那么最经典的呢 就是上海公报里面 这个吉兴格用那个海祥两岸 只成了一个中国的这样的一种措辞 比较巧妙的 违避了这个当时两岸 非常这个肩膀弩张的那样一种 敌对的这样一种状况 当然了 这种处理 在当时是有一个很高的评价 尼克松1972年访华 当时您就在上海 那您有印象吗 有有有有有有有 非常有印象 因为我们这个学校的学生 被主持人要去欢迎的 哈哈哈哈哈哈 当时什么情况啊 这个这个冰天院 这个本身就是天寒地冻 是个冬天啊 然后呢 学生们被组织好 而且要穿成那个各式各样的 就是服装不能统一 装成这个是比较自然的那个样子啊 我们学校好像就安排在当时的那个国际饭店 南京路那个南京路这个黄河路啊 这个国际饭店那个口上面 对对的 当然反正好像有那么装在玩傻 有那么装在走路 有那么装在 反正各式各样的 就是在远夕啊 第一次这个是经历到这种场面 您说的学校特意要求大家不能穿统一的服装 那这很奇怪了 在中国70年代是学校要求大家穿一样衣服的 本来是 是啊是啊是啊 因为那个是啊 也有穿一样的衣服 有穿一样的衣服呢 是送到那个机场和宾馆去做这种仪仗队 就热烈欢迎 举花举旗子的 其他的那个呢就在马路上了 在马路上表演随便玩耍的 表演日常生活 那么也有一些工人啊 一些老妈妈 或者是一些老大爷啊 是吧 但不多不多 人冷清清 三三两两 那南京路本来是熙熙朗朗的 人上人还是一条马路 那个清场清场这个是 几个人都出得出来的这种感觉 所以这个反差非常之大 印象也非常深刻 那是 那肯定是一件非常轰动的事情 因为那个时候 在文革期间那美方那是 谁要是有在美国有什么亲戚的时候啊 那都是被当作这个通敌的 对对对对 特嫌特嫌 特嫌的 这个在这个之前呢还传达中央文件 说这个毛主席批示啊 被尼克松啊什么不卑不抗啊什么 哈哈哈哈哈哈 好几个字 哈哈哈哈 我现在记不清楚了 呃当时有一个通敌文件 专门在这个他到来之前 给大家要思想转弯子 因为很多人 思想不能转弯 思想上面这个缺受不了 中共一直在宣传美帝国主义 亡我自信不死啊 呃要达到美帝指导府啊 现在他要跑到 跑上门这个变成朋友了啊 要握手了 这个就转不过弯 中央文件 然后老师专门这个还请 好像我现在印象有点模糊了 好像是呢外面请来的一个人 呃给大家上这种政治课吧 呃辞辞政治课 哎哎哎哎转变转变态度 反正是一种解释吧 这个当时的思想工作 倒是做得蛮深入的 哈哈哈哈 新闻时事 专题讨论 深入分析 多层角度 听众朋友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美国自由亚洲电台的专题节目 周末茶馆 主持人小安 与嘉宾的讨论录音正在播出 周末茶馆随便聊聊 请继续收听 历史呢是延续性的 但是呢我们从这些间断的历史大事件中呢 可以看出时代的变迁 而且从这些点点滴滴的小故事之中呢 可以看到世界格局国际关系的微妙发展 那么我们和原上海世界经济导报北京办事处主任 后来担任香港动向杂志主编的张伟国先生 继续回顾美国总统访华的历史 张伟国先生 那么尼克松这次访华呢 也是像您说的是一次破冰之旅 是打开了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大门 是二十世纪的这个国际关系舞台上一个非常重大的事件 在他之后呢访华的美国总统呢 就是福特总统 他是在1975年12月1号到5号访问北京的 和当时的中央经委主席毛泽东 还有当时担任副总理的邓小平进行了会面 福特当时送给邓小平的礼物是一套 刻有历任美国总统头像的银币全家福 福特总统他这次访华 他是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福特总统他是共和党 当时尼克松的时候是副总统 那么基本上他是延续了尼克松的这个对华政策 而且呢 基辛格还依然在主持美国的外交决策 所以整体上呢 基本上是属于销规潮水了 延续性的 尼克松呢主要是一个战略性的突破 这个突破呢 不光是中美两国 实际上有一个很重大的一个世界意义 就是说东西方阵营 从原来的这个两军对垒 变成了一个新的三国演义 就是说把中国和苏联拉开来 然后呢就是中国和苏联 本来虽然他们是意识形态的这个争论 但是在支持越南跟美国打仗这一方面 包括这个坚持共产党意识形态这些方面 都他们是一致的 那现在尼克松这个战略的举动呢 就使得他们出现了一个分化 那苏联这个阵营跟美国对抗的时候 实际上就暴露了一个重大的软乐 所以这个情形呢就是因为由于基辛格 继续在主政美国的外交政策 所以福特呢对华的访问 他基本上是延续了尼克松的这样一个战略 在继续往前推进 那么接下来第三位访华的美国总统是里根总统 他是在1984年的时候访问中国的 但是在我们讨论里根总统访华的这个意义之前呢 我们不能不提到就是说1978年的时候呢 中美两国签署了中美建交公报 这个是标志着两国关系的正式建交 这样的一个文件 那这个呢就是无法回避的就是 美国的在里根之前的一位总统就是卡特 卡特在就任总统期间并没有访华 但是他在卸任之后曾经访华 那他在就任总统期间呢 签署的这个中美建交公报 是中美两国正式建交的标志是吧 对这个是一个历史型的文件 而且呢这个中美两国关系就是从 刚才讲到的这种就是缓和缓解 那么变成一个正式的外交关系 中国呢那个时候刚刚结束文革 希望能够利用国际上的这个环境 尤其是西方先进国家的资金和技术 来推动中国的这个发展 把中国这个国民经济啊 从崩溃文革崩溃的边缘啊 给挽救过来 那么邓小平比较务实了 要扭转这种局面 那当然就要搞定美国这个龙头啊 应该讲他放下了身段 在卡特总统任内呢 他也访问了美国 对美国做了很多承诺 尤其是这种战略安全方面的承诺 特别是回去以后啊 所谓中越自卫反击战了 那么这一战呢 基本上就是 有点像美国表中心的这种感觉了 从此获得这个美国决策层的一个信任 那么改革开放的这个资金和一些科技啊 整体政策 那基本上朝着这个邓小平想要的这个方向在发展 美国和中国的这个关系呢 也上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发展的一个时期 那么里根呢 就是在您说的这种情况下访问中国的是吧 他访问中国的时候是1984年的 4月26号至5月1号 他到了北京西安和上海 当时的中国国家领导人是这样的 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是邓小平 国家主席李先念 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 国务院总理是赵紫阳 当时是这种情况 这个是当时中国改革开放的一段黄金时期 社会呢比较自由 比较作为思想解放吧 那么经济呢 发展呢 也就是因为所谓中共党中央 向各级基层政权和这个老百姓放权松绑 那么民间呢爆发了强大的这种活力啊 使得中国经济有一个比较大的变化发展 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下呢 这个里根是在美国历史上也是很少有的伟大的总统啊 因为刚才前面想到就是尼克松分化了中枢 那么到了卡特的时候呢 实际上就是因为这个中越战争呢 使得这个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啊 就摇摇欲坠了 里面就充满了矛盾 而比根这个接着呢 就是推了一把力 这个非常重要的 在这个稳住中国的这个同时 那么他当时的重点当然是在欧洲了 中国这边主要是看他经济发展吧 当时基本上是希望中国通过经济的发展 然后建立一个开放的民间社会 公民社会 然后来完成现代社会的一种转型 而在欧洲特别是东欧 那么由于推到这个柏林墙啊 那么事实上就使这个社会主义阵营东方 以苏联为首的东方社会主义阵营分崩离析 就在里根的任内啊 实际上是瓦解掉了 里根的后期了 这个历史性的时刻 那么当时美国和中国之间的这个关系也有一些发展 但是里根已经意识到了过去这个尼克松和 特特特别是卡特在签署联合公报的时候 存在的一些局限性和有一些地方当时的一些盲点吧 或者是一些漏洞吧 所以呢又通过了几个跟台湾关系的法和公报 用这样美国国内法的一种形式呢 来纠正就是当年上海公报在这方面的一种疏忽 和建交公报在这方面的披露 那么这个呢就整体上在中美关系 尤其是在处理台湾这个问题上面 达到了一种新的平衡 这个是里根在美中关系发展上面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的贡献 新闻时事 专题讨论 深入分析 多层角度 听众朋友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美国自由亚洲电台的专题节目 周末茶馆 主持人小安与嘉宾的讨论录音正在播出 周末茶馆随便聊聊 请继续收听 原上海世界经济导报北京办事处主任 后来担任香港动向杂志主编的张伟国先生 继续回顾美国总统访华的历史 张伟国先生 像您说的里根总统呢 他是一位美国历史上非常伟大的总统 因为他也是曾经是演员出身 所以他非常具有个人魅力 这一点呢 在他访华期间呢 也是非常的明显 他在钓鱼台的时候呢 当时的中国国家主席李先念 为他举办宴会 他当时是用的一首唐诗 作为祝酒词 他所说的就是海内存知己 天涯若比林 他在访华期间呢 他还在上海的复旦大学发表演讲 他用汉语呀 在演讲的时候呢 跟台下的师生说是通力合作这几个字 还有意思的就是说呢 中国媒体也报道出来的 就是说他在西安参观兵马俑的时候呢 他到了这个兵马俑坑的里面呢 去站在那个底下 然后还抚摸了兵马俑 那他在出来的时候呢 在离开兵马俑的时候呢 回头看了一看兵马俑这个像一个大的兵团 他开玩笑说呢 解散 这些呢 所以中国媒体说呢 里根呢 是一个非常幽默的总统 是啊 他有很大的亲和力 也不光是在美国国内 在世界各地 包括就是在中国 广大的知识分子老百姓当中啊 现在就是在网络上面 很多这个像微信啊 微博啊 现在在中国已经非常普遍 很发达了 那么里根当年这个那些开玩笑的视频啊 或者是他的一些语录啊 做成图片 做成视频啊 在微博微信里面 传播 这个相当有情和力 中国的老百姓也好像挺喜欢他的 据说是在里根总统访华期间 还发生了一个厕所纠纷呢 这也是一些外交官后来透露出来的 说是因为每次美国总统访华 登长城都是一个必然的一个项目 那里根总统他们在参观巴达岭长城的时候呢 里根总统的夫人呢 就要用厕所 长城上有一间所谓的贵宾厕所 已经上了锁的中方的服务人员就把这个厕所门打开 让第一夫人 美国第一夫人用了厕所 然后呢 他就把这个厕所锁上了 但是同时去的还有几位 其他的外宾女宾呢 也要去厕所 但是这位女服务员就是不开门 不让他们用这个厕所 所以只好让这些其他的外宾的女宾呢 到马路对面的这些公用厕所去上厕所 可以想见当时八十年代 在中国外面的公厕是肯定是没有抽水马桶的 而贵宾厕所恐怕也不见得有吧 这个就这种笑话当时很多了 从尼克松访华开始 这个大致也是一个趋势 就是像尼克松访华的时候是 天地啊 清场啊 马路上面行人都是组织安排的 学校里面全部放假 工厂里面平空 我当时在上海 感觉好像这个如临大敌啊 所以呢 从这个一点开始出发的话 那你再看李庚碰到的那些笑话 就变成小儿科了 然后呢再往后面推 那这个就基本上就比较大家习惯了 就这个光谱的改变啊 这种他们来中国这个外兵 尤其是国家元首这些重要贵宾啊 来中国的这个待遇的这种变化 接待方式的变化 和老百姓对他们的这种认识的这种变化 正好是中国这个开放啊 有光谱的显示 逐渐逐渐大家就比较自然了 比较习以为常了 现在这个中国的公用厕所里 应该也有抽水马桶 有的还相当豪华了 当时这个缺少工作 这个在不要说在其他地方 就是在北京上海 这个广东天津 这些大城市都是一个老大男问题啊 接下来呢 我们就是到了八十年代后期了 1989年的时候了 这就是美国的老布什总统 这是中国媒体普遍习惯的称法 就是说老布什总统 那么他是在1989年2月25号至26号期间呢 访问中国的 他也是就任美国总统之后呢 最快访问中国的 他就是刚担任美国总统一个月就到北京去访问了 张伟国先生 是啊 这个他跟中国的渊源呢 蛮深的 因为尼克松和提辛格跟周恩来签署上海公报以后啊 中国跟美国的关系缓和了 但是呢 当时还没有外交关系 所以呢 没有大使馆 就建立了一个叫联络处 中国呢 在美国建一个联络处 华盛顿 美国呢 也在中国建一个联络处 不是算正式的 那美国驻中国联络处的主任呢 就是老布什 所以呢 他在中国啊 骑着自行车到处转 相当了解 相当熟悉 那么跟中国很多领导人也建立了比较私人化的友谊吧 所以在89年闯华的时候呢 举行了一个宴会 那么当时这个宴会呢 邀请了这个方律师 你说他在1989年2月访问中国期间 对 这个没有成功 这个冒成了一个很大的事件 就是他举行的宴会上面名单 列出了方律师 是他邀请的是吧 就是这个名单我估计是大使馆开的了 美国大使馆开的 美国大使馆开的 但是是以这个布什总统的名义 发出的邀请嘛 然后中国官方呢 就你不能不给布什总统面子 但是呢 又不能让方律师去 所以就 为什么呢 方律师他是 当时就已经是一个敏感人物了 是吧 对对对 他当时已经因为在86年学潮 欧阳邦下台以后 他当时是这个中国科技大学的副校长 那么由于欧阳邦被迫下台 中共开展了一场这个反自由化运动 方律师呢 因为他在当时这个宣传 推动这个民主化 现代化方面呢 做了很大的贡献 所以影响很大 尤其是在青年学生当中 邓小平呢 认为胡耀邦思想管得不够 放任自由化 那胡耀邦的下台同时呢 也把这个方律师啊 王洛旺啊 刘兵燕啊 等一批知识分子呢 开除党籍 打入灵策了啦 变成了这个自由化分子 那方律师被邀请呢 就变成了一个大事情了 所以这个中共当局呢 就出动了变异警察 先方百计反正阻挠 最后呢 这个方律师没有能够出现在这个宴会上 但是呢 却成了当时这个国际新闻的头条 他比这个 不是总统那个本身的这个宴会还热闹 变成了一个大新闻 中国当时表示要开放嘛 老不是的客人 对国进来到不了这个 他的宴会上去 所以这个事情呢 是一个很大的插曲 那么今天的我们的节目呢 原上海世界经济导报的 北京办事室主任 后来香港动向杂志的主编 张伟国先生和大家一起 回顾分析了 美国历任总统访华的历史 包括1972年的尼克松总统的破冰之旅 到后来的福特总统 里根总统 老布什总统 他们访华的一些故事 好 谢谢张伟国先生的分析 好 再见 听众朋友 自由亚洲电台有关 美国总统访华历史节目的采访录音 分两次播出 刚才您听到的是第一部分 第二部分的内容 请在下次的周末茶馆节目中继续收听 好的 听众朋友 半小时的时间马上就到了 自由亚洲电台的专题讨论节目 中华茶馆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再次感谢您和我们一样 关注跟中国有关的新闻时事 也感谢参加我们节目讨论的嘉宾 和大家分享他们的观点 听众朋友 自由亚洲电台通过网络和社交媒体 发布新闻 传播节目 欢迎大家登陆我们的网页 www.rfa.org 也希望在美国的脸书和推特网站上 与您交朋友 自由亚洲电台 中华茶馆节目主持人小安的推特账号是 英文rfa加汉兹小安 美国脸书账号的名字也是一样 欢迎大家上网 和我们交流 对节目的看法和期待 并转发我们的节目网页链接 感谢各位多年来的支持 主持人小安和大家说再会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